史上最倒霉的皇帝 他是父母狂欢后的错误 苦熬二十年登基上位 椅子还没坐热 因一颗小红丸死在八个美女身旁 真实原因让人难以启齿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凄惨一生的皇帝朱长骆 朱长骆明朝第十四位皇帝 父亲是上一代皇帝朱宇军 作为父亲的长子 应该过着备受宠爱于一生的日子 可为何他却从小备受冷落 就连太监妃子都拿他不当回事 这就要从父母的相遇开始说起 在父亲万历帝十九岁时 去母后的慈宁宫中歇息 很不巧母后不在宫内 就在这时 一个端茶的小宫女 引起了万历皇帝的注意 年少气盛的万历 见到这个姿色不错的宫女 临时起义便宠幸了她 然而就是皇帝的这次宠幸 就让王室意外怀孕 作为一国之君 让宫女有了身孕 这让皇上感觉面子挂不住 就下令在场的人 把这件事烂到肚子里 到了第二年春天 单薄的衣服 再也盖不住王室鼓起的肚子 经过太后的一阵质问 王室不打自招 还拿出了皇上宠幸后 为了封口和补偿 赏赐王室的一件饰品 半信半疑的太后 质问皇帝事情真相 皇上碍于王室身份低微 又是一个意外 便不想承认 太后令人拿出 专门记录皇上宗记的册子 一番查看 这让太后喜出望外 随即安排了一场盛夜 并封王室为公匪 两个月后 长子朱长骆出生 就是后来的太昌帝朱长骆 可皇上打心眼里 不喜欢王室 他认为 那只是年少冲动的后果 根本和爱情无关 皇上就一直冷落王室 长此一来 那些势力的妃子 也瞧不起他来 就连奴才也开始欺负王室 即使王室后来 为皇上生了四个公主 也得不到皇上一分宠爱 在宫里也一直遭受欺负 待遇也很差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随着郑贵妃的入宫 故事方向却发生了转变 他是史上最倒霉的皇帝 父母一夜狂欢的错误 苦熬二十年登基上位 在位仅二十八天 却因一颗小红丸倒闭而亡 真实死因 让人难以启齿 郑贵妃进宫不久 就得到了皇上的喜爱 1586年 又为皇上生下皇子朱长荀 立马被皇上册封为皇贵妃 地位飞升到了王室之上 而爱无及乌的皇上 也对三皇子也十分喜爱 这让皇上成为历史上 唯一一个三十年不早朝的人 可想而知 这带多溺爱 就连本属于朱长落的太子之位 也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生 遥遥无期 按明朝规矩 太子的继承人 应该是第一顺位的嫡长子 也就是朱长落 皇上对王室的冷落 让朱长落也不受喜爱 就把立储之事一拖再拖 由此 万历皇帝与大臣之间 开展了长达二十年的立储之争 这些年 处罚了二十多位部级官员 逼退了朝堂大臣 和地方官员百余人 就算如此 大臣依旧坚持不懈地 向皇上上奏 在大臣和太后的步步紧逼 无奈之下 万历皇帝低头认输 1601年 立朱长落为太子 皇上觉得朱长落的出身 犹如皇家颜面 就把朱长落 从生母王室手上 过继到了自己宠妃 郑贵妃那里 而生母王室 也没有因为儿子 成为太子被人重视 不久后 带着一肚子委屈 离开人世 而这边 朱长落看似成为太子 立储之争 也胜利结束 其实 是他之后多年噩梦的开始 因为皇上巴不得找到朱长落的过世 成为废除他太子之位的理由 这样朱长落 小心翼翼地度过了二十年 可这个郑贵妃 可不是个省油的灯 有着无数的心机 看到自己儿子 没有成为太子 就开始想办法 除掉朱长落 只要朱长落死掉 那这皇子之位 自然而然就成为自己儿子的 于是 郑贵妃派人午夜 去朱长落的宫殿谋杀 还没得逞 就被巡尸的侍卫抓住 深受皇上宠爱的郑贵妃 为他辩解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此案是庭基案 成为明朝时期 围绕在朱长落身旁的 三大谜案之一 不久后 万利帝去世 享年57岁 太子朱长落顺利登基 在位期间 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 去掉了繁琐的赋税 整顿朝堂 就在全国上下 都在等朱长落 有更大作为的时候 刚登基一个月的朱长落 就暴毙而亡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晚起夜五十次 苦耀二十年登基 椅子还没坐热乎 就在上位第28天 死在八个美女身旁 他是史上最倒霉的皇帝 真实死因 让人难以齐齐 登基一个月 还没有看到朱长落 有更大作为的时候 竟然忽然去世 又传言称 是郑贵妃 只是皇上的天生太监 在皇上饭里放谢药 这让皇上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每晚都要跑厕所四五十次 导致皇上身体日渐虚弱 不久后 郑贵妃又送来八位 爵士清城的美女 不同于寻常女子的是 这八位女子身上 有着特殊的香味 能让人纵情于享乐中 不知疲倦 这让本就虚弱的皇上 每天忙完繁重的国事后 晚上回宫 还要继续奋斗 使他身体 到了衰竭的状态 皇上听说 大臣方丛哲组上 有制作的仙丹 就命方丛哲 进献上来 根据史书记载 皇上服下那颗仙丹后 面色红润 身体瞬间好转 这让想快速身体强壮的皇上 又在睡前服下了第二颗 但没想到 皇上在半夜 忽然浑身颤抖 痛苦嗷叫 没嗷过第二天上朝 就在乾清宫驾崩 享年39岁 那皇上的真正死因是什么 这些问题 围绕着皇上去世 议论愈演愈烈 后来 内阁大学士 将事情始末公开说明 皇上服用的红丸 和随从太监放的泄药 正好药性相反 这时本就身体虚弱的朱长洛 受到两种药物的相克 才会暴毙而亡 在我看来 背后真正的罪魁祸首 就是郑贵妃 从放谢药 禁宪八位 带特殊香味的美女 到皇上吃红丸 这无疑不是在为弑君做准备 朱长洛 就此成为皇位之争的牺牲品